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 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幕僚长山村浩计划访问中国青岛 同时,日本计划拍写战舰参加中国海军70周年活动 并制定秋月级驱逐舰2月号 这也是日本海自舰船时隔7年半首次访问中国 相较于爱荡和金刚这样的万吨级宙斯顿战舰 秋月级属于通用型驱逐舰,性能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 但也被称为神盾舰 该舰装备日本研发的FCS-3A型有源相控制雷达 在对略海飞行的反舰导弹末端拦截时 该雷达作用甚至超过宙斯顿舰上的雷达系统 秋月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为6800吨 规格和中国的052C驱逐舰差不多,接近052D水平 该舰还配置了32单元的MK41垂发系统 可填装海马居导弹和火箭驻飞雨雷 还有另外两套日本自主研发的四连装90式反舰导弹系统 以及大浪反潜装备,综合性能还是非常优秀 日本这次没有派宙斯顿战舰访华 而是选择秋月级驱逐舰 很显然这并不是低调 或许是有意展示自己在现代化战舰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 秋月级驱逐舰是日本海资的新锐战舰 也是日本造舰的代表作品之一 与秋月级驱逐舰这样的低配版宙斯顿战舰相比 更加信任的052D型驱逐舰 采用国产的四面主动相控制雷达 这种配置在052C上早已实现 这些战舰也被称为中华神盾 在雷达技术上 052D比秋月级驱逐舰要略胜一筹 052D配置了64单元国产垂发装置 能够兼容多款导弹或鱼雷 不仅垂发单元数量比秋月级多一倍 更重要的是 秋月级的MK41垂发系统是美国货 而我们的则是完全国产 除此之外 052D驱逐舰再予数量超过了10艘 远超于秋月级驱逐舰 稍微提到 这是日本海资时隔7年多再次访华 这7年 中国海军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次遇见是 或许能让日本不需此行 多长长见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